第408章,解释等于掩饰,韩谦你坐过来,妈问你点事,看着坐在炕上的老妈,韩谦站在炕边一动不敢动,小声道,啥事你说呗,我还坐过去干嘛,恰妈放下温暖血的电视教程,抬起头看了一眼韩谦,下一秒韩谦拖鞋上炕,乖乖地跪坐在老妈的面前,恰妈拿起教程,继续看,同时轻声道,你和温暖之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没呀,我俩多好啊,韩谦憨笑回答,恰妈抬起头眯眼笑道,是吗,你们俩确定没事,那你和我说说,你爸给你打电话时候,那个喊爸爸的姑娘,还有给我叫妈妈的那个蔡清胡是怎么回事,别和我说什么闹着玩,他们怎么不和别人这么闹,而是和你这个已婚的男人嬉闹,这个我也不知道啊,韩谦打死不能承认, 如果要是让妈和老头从他嘴里听到两人离婚了,那韩谦绝对活不过今天晚上,他不承认,恰妈也有办法,轻声道,电话给我,手机 韩谦一点都不犹豫地把两个手机都给了老妈,随后就看到老妈的眼中渐渐浮现了怒气,抬起头看着韩谦咬牙道,你故意的,韩谦的电话本里一个号码备注都没有,通话记录里面全部都是号码,韩谦憨憨笑了笑,就在韩谦以为他逃脱一劫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 韩谦伸手去夺,恰妈一个眼神让韩谦乖乖坐在炕上,恰妈接通电话,电话对面当机传来女人的怒吼,韩谦你个骗财骗感情的死渣男,你不是说你明天才回老家吗? 姐姐大老远地从京城过来,你跑了?韩谦刚要开口,恰妈再次瞪了她一眼,随后对着手机揉声道,姑娘你好,我是韩谦的妈妈,她怎么欺骗你了,你和阿姨说,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韩谦闭着眼深吸一口气,随后电话那边传来温温柔柔,结结巴巴的声音,啊,阿姨你好,我和韩谦闹着玩的,阿姨晚安,就这样电话被挂断了, 恰妈放下手机,深吸了一口气,随后举起手对着韩谦的脸,就是一巴掌,韩谦被打梦了,跪坐在炕上一动不敢动,老头的话她还敢撕巴撕巴,对老妈,韩谦一点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说,这个姑娘是谁?韩谦转身指着电视里的姑娘,轻声道,她,你当我傻,人家大明星给你打电话 又一巴掌落在韩谦的胳膊上,韩谦捂着胳膊委屈道,真是她,不幸你问温暖,我和吴清思一点关系都没有,温暖 温暖你快过来,我解释不清楚了 解释?小兔崽子,我要试试 千儿妈揪住韩谦的耳朵质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出现骗财骗色这四个字? 温暖慢悠悠走进屋,看着被揍的韩谦也不着急,慢腾腾的上了,抗坐在了婆婆的身边,小声道 怎么了?韩谦咧嘴喊道,你快给妈解释一下,刚才吴清思给我打电话,说我骗财骗色是渣男 哦,温暖没心没肺的呕了一声,随后抬起头看下韩谦,歪头道 这不是事实吗?吴清思啊,蔡清胡啊,燕清清啊,你就喜欢戴清的 韩谦大怒回道,那寂静不是也 妈你听,又来一个,我的日子过得有多苦您知道了吧 每天胆战心惊地担心外面那些小姑娘 感受着老妈手上的力道,韩谦看温暖的眼神都快要喷出火来了 喊你过来是来解释的,不是让你过来添油加醋,火上浇油的 眼看事情要被闹大,韩谦即盲道 妈,你听我解释,我现在所在的公司准备找这个吴清思做代言 这个温暖也知道的,吴清思是蔡清胡的朋友 公司这边是让我联系他的,温暖你敢说这件事情你不知道 温暖一拍脑门,转过头认真的对着婆婆点了点头,傻乎乎地开口 妈,这个事我的确知道,还真是烟狐狸提议让韩谦联系的 而且这个吴清思对韩谦也有所图 所图 恰妈的力道再次加重,韩谦疼得开口大喊 温暖你说明白,他是让我帮他参谋剧本 对对对,参谋剧本 韩谦总感觉温暖是故意的 故意不说清楚,让老妈收拾他 捂着死里逃生的耳朵 韩谦低着头嘴里嘟嘟囊囊 恰妈听不清楚,靠在窗台对着韩谦的膝盖踢了一脚 皱眉问道,找你做编辑 你大学都没毕业,你还做编辑 我怎么这么不信呢 还有件事,不说我差点忘了 夏子毅怎么对你毕恭毕敬的 你现在在市里干什么呢 韩谦一手捂着耳朵 一手捂着膝盖,小声回道 上班呗,我还能干啥 我和蔡清胡氏朋友 小蔡师衙门口的检察官,夏子亦不得给人家点面子 还有饭吗?我饿了 吃饱了睡,睡醒了吃 等再吃饱了 韩谦借着去厕所的借口溜回了房间 没过多久,温暖也回来了 上炕坐在炕头,盘着腿,看着韩谦轻声道 刚才和诗词,他们在群里聊天 童谣说他辞职了 哦,韩谦趴在被窝里面没心没肺地回了一个欧字 温暖也不在乎韩谦回什么 自顾自地继续道 他爸爸和弟弟受伤了 医疗费用很高,欠下了不少债务 他说,想要去做补课班的老师或是家教 这样赚能多一点 我要借给他,他拒绝了 说怕养成依赖性 我感觉童谣挺难的 他那个脾气性格肯定不能接受 随他吧,提起他我就心烦,睡觉睡觉 提起这两个字,韩谦脑袋就疼 就没听说过有这样的女人 交出了第一次之后人跑了 还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关了灯,韩谦翻过身情声道 童谣回老家了吧 我问问 温暖鼓到了一会手机,随后道 他说,没回家,也没说去哪里了 睡觉吧,你明天不是还有事吗 我在玩会 嗯 用被子蒙住头 韩谦带着烦躁睡觉了 等韩谦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天都已经亮了 坐起身看着趴在被窝里面 嘴角流着流水 上半身的被子已经不知道丢哪里的温暖 韩谦无奈地摇了摇头 给姑娘盖好了被子捏手捏脚的离开房间 出门看到老头已经烧好了水 韩谦伸了个懒腰 老头,我洗脸水呢 本章结束,如果喜欢抖音春风书院的作品 请给我个关注,点赞,收藏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